欧盟宣布中欧国家斯洛伐克将送给台湾一万剂的疫苗 感谢台湾去年送了70万片口罩给他们 而指挥官陈时中也表达感谢 不过厂牌跟运送时间都还不清楚 每日捐赠给台湾的疫苗相继抵台 欧洲国家除了立陶宛 现在还有斯洛伐克也要送疫苗给台湾 斯洛伐克经济文化办事处发文 表示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 一年前台湾向斯洛伐克雪中送碳捐赠口罩 现在斯洛伐克也将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捐赠台湾一万剂疫苗表达支持 我们双边的一个情谊 就会越来越好 那我们也非常的谢谢 那至于相关的厂牌相关的细节 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斯洛伐克位在中欧也是欧盟成员国 去年将台湾列进绿色国家 台湾也是投资斯洛伐克的亚洲第二大国家 今年5月斯洛伐克国会也首度讨论表决 通过支持台湾参与WHA决议案 被视为一个突破 台湾在那个时候适时的提供协助 我们台湾是5月15号 爆发180例的本土疫情 那斯洛伐克其实早在5月底 就决定尽力的要帮助台湾 台湾会为什么会到今天这样子的窘境 再次的感谢斯洛伐克 至于会送哪一种疫苗 有执政党立委私下表示 目前欧盟使用的以AZ为大宗 可能性较大 而欧盟也提及会负担部分运输费用 疫情当前国际间互助 也显示我国跟斯洛伐克的真有疑 G9复站里头台北综合报导